你不可以用邮件的方式发送,虽然现在邮件也可以签字作为可以正式使用的文件, 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和政府部门工作单位都是可以应用网络来实现五指花办公的, 那么你就要去邮局寄信,寄文件,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两个词,寄信,寄文件, 然后呢,如果你要寄样品给客户,那么你就要寄包裹, 果非常难写,拆开上面一个6,上下合起来是个1负的1, 中间是一个果,它的读音呢是歌舞我果,就是用衣服包着一个东西, 那上下是衣服的1,只是多了这两个词,衣服的1裹着一个,裹着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宝贵,那么你寄的包裹有可能是样品,或者是你制作, 你公司制作出来的一个小的模型,这都需要寄包裹,去邮局寄包裹,寄信, 这个字是常用的,寄,寄就是在邮局打包好,信封装好, 你要寄的文件,或者是信,或者是一个包裹, 然后给邮局支付一定的钱,邮局将包裹,信件,文件, 到达你要去的这个地方,这就是在邮局,当然邮局还可以有一部分银行的业务, 那么我们有可能可以将钱也寄回到你所在的国家,钱也可以寄到, 当包裹和信件,它需要用重量来衡量,文件和信件用客来行量衡量, 包裹用千克,就是我们说的公斤,用重量来衡量, 你需要支付多少的钱给邮局,然后邮局才能将这个包裹,或者信件给你邮寄出去, 当然去邮局,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怎么寄出去, 有可能是火车,火车可以在陆地上都可以运达,时间,中等的时间,不算最长,也不算最短的, 而最快的,航,啊,这个老师写错了,写在这里, 航空,航空,航空就是我们用飞机,飞机来计,飞机是最快的, 最快的,也是最快的,也是最贵的,这个字,这个最,非常常用, 形容它是一个最顶端的一个数字,最快,然后呢,最贵, 也许你在中国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个字, 字,字是字,就是拼音,啊,有的小朋友想要学拼音,老师已经拟好了计划, 下个月我们就开始学拼音了,啊,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知道怎么拼读,好,飞机,航空, 这个是最贵的,那么还有一种,不算最贵,也不算是,啊,最慢,啊,它是最慢,是什么呢,是海运, 海运就是用船,在大海上飘呀飘呀飘,飘呀飘呀飘, 有可能三个月,三个月,就是天,你收到了你的很多的衣服, 或者是很多的你想要的自己国家的产品,慢悠悠,慢悠悠,三个月,九十天, 船在大海上,在大海上,啊,啊,可不是这么小的船,啊,老师这样画一画,不是这么小的船, 给你运来了,九十天就是海运,通过大海,通过船给你运来,它有可能是最慢的,最慢,好, 我们再学一遍这个字啊,最,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个曲,最慢的,最慢的,好,你看,去邮局, 我们要做什么,去邮局,我们要记信,记文件,它是用课来收费的, 或者我们记一个包裹,割窝,寄一个包裹,它是用公金,公金来寄费的,或者是我们还可以, 寄钱,寄就是这个动词,寄包裹,寄信,寄钱,回到我们的国家, 也许是给我们父母的钱,让他们可以享受到子女工作带来的快乐, 或者,我们在其包裹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用火车计,还是用航空计,还是用船,走一个海运,很慢很慢很慢,九十天,你的东西就来了,很大很大的船啊, 然后,飞机呢,飞机是最快的,飞机是最快的,自微速,最贵的,飞机很快,当然也就很贵,如果公司老板让你寄一个文件,啊,两天,三天,就要从中国飞到欧洲,那么你只能用航空飞机来寄,它很快, 看到这个字,快,它很贵,好,但是它准确的,很快的寄到了,你的工作就完成了,这是在中国工作,学习和生活,都要遇到的一个大交道的地方,去游觉, 因为你要把一些信,文件,或者物品,样品,通过游局,寄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城市,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去游局这个话题,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对林彦老师的课,非常的有兴趣,一定不要买